在10月18月上午,教练马林带着刘诗文等运动员来到阿阳市体育馆提前熟悉场地,因为在今晚2018到2019年,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的第三轮将会在这里举行。 而已经离开国家队一年的马林,现在一直在跟着并指导刘诗文,在技术上给予刘诗文很多的支持,而昨晚冠军也已经产生,刘诗文在这次的平超联赛中表现十分优秀,顺利拿下冠军。 在昨晚比赛结束之后,马林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刷出了昨日比赛的现场图以及他与刘诗文的合照,其中一张是刘诗文比赛的现场图,可以看出刘诗文面对对手还是相当的有自信的。 作为一名国平民将,也应该有这种霸气,而在马林与刘诗文的合照中,马林又手握着刘诗文的右肩,整个人都瘦了很多。 而刘诗文则笑不露齿,很有女神的风范,在这场比赛中能够获得冠军,不仅仅是因为刘诗文自己的努力,还得要感谢马林的陪伴与指导,因为马林自重反拼他,之后,就是一直在陪着刘诗文。 在这场比赛中,是陈首陪伴在他身侧观察,总结刘诗文的问题,以便能够更好地去解决,就像刘诗文的私教一样。 同时马林还在社交平台,上对刘诗文表示鼓励,林三千三轮结束了,后面是公开赛的空杠西,继续加油小早儿,并爱特了刘诗文。 刘诗文也转发了马林的这条状态,并表达了自己对师傅的关心,辛苦了,多,吃一点,瘦的脸都比我小了。 大家都觉得这次马林自一年前的离队之后又回来了,但是也有网友觉得马林只是在拼朝期间指导一下刘诗文,毕竟刘诗文是他的外甥女嘛,以前还是同一个队的,转情很深,有情指导一下也是正常的。 但是之后的是谁也不确定,虽说不确定马林是否正式回归,但是大家还是很希望马林能够早日回到乒乓球界,毕竟她的实力是有的,经验也是非常的丰富,为了乒乓球的未来,不应该埋没这样的人才。 最后我们也祝福刘诗文在下次的公开赛中能有很好的表现,也希望那时候马林还陪在她的身边。